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民的角度跟农货的角度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可是呢它终结的一期都是有个结构 新疑似的农业萎缩嘛 我们口口声声说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议题 但是政府何曾重视过 农地跟粮食安全的问题 更何曾真正的去重视 真是想要务农的年轻人 他们如何去协助他们 真的可以取得一个适合的工作面积的农地 我们过去如果没有好好照顾农民 从现在就应该好好照顾这些 将来要务农的青年农民吧 农地农用 为子孙留一亩田 为子孙留一亩田 农地农用 为子孙留一亩田 好谢谢大家 农地农生 已经开始自由买买 在农业营地新建农社办法的规范下 农地农社应该自由买卖 而且我们坚持高求宇兰县政府制定的农业恩利 新建农民之格 还有农社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把它给卫除 做产就是修了我们国公的老婆这些地儿 我们也要说大家要回家 我们的厕所在这里没有更辛苦 我们也没有出现 你只要在家上去三米 就要说什么 回归水啦 什么水的问题 如果说现在30平 他说头前五十米农季率也算我们的 后面好温厨的农季率也算我们的 如果农在虚杀子也算我们的 如果30平一分左右 你老龙也没收起来 你起来像50平你怎么要去 老龙组整四人的情感觉 看边或是中方土土土没没面子 要买的时候要看杀人 看众杀 来推销 来行销这些土土 人家来买人 说要来宜兰做财产 去荣试也好 人家买人也欢迎 众杀也欢迎 买人也欢迎 人家有什么不对 从这一次9月4号的 农社中央的新建办法的修正公告 也可以看得出来是原来的法令是不完美的 不然他不会修正 对不对 他修正之后 我们的都复活他有规定 所以表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对的事情 所以这个并没有预约相关的法律 更清楚 今天如果说 刚才可能只有那一个 配注那个部分 他用一句话 我们用一张土 这个部分比较僵化一点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先谈 对今天出来抗议的这些农民朋友们 我们感到 非常能够理解 因为台湾的农业农民农村 我们长期以来就没有被我们的政府好好的照顾到 基层农民们其实非常的纯樸 那我们普遍听到的一个他们的反应都说 他们收到的讯息是 那你以后就不能你的农地就不能买卖了 你以后就不能盖农社了 可是这些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农地还是可以自由买卖啊 那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务农的人 你还是可以非常大方的盖农社啊 因为这些都是政府特许给农民的一个特权 农社就是农民要为务农所用 那今天这样的修法只是把那些非农民 他不应该来侵占农民所享有的特权 我们要把这些非农民从这个农地可以盖农社这件事情上面 切割开来 就只是这样而已 那我想今天出来抗议的群众里头 有很多很多人是抱持着这样子的误解的 以至于过去的农民 他的社经地位在整个社会上都是最低下的 所以今天农民会出来为他的最后可能的权益来抗争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能够同情非常能够理解的 那这件事情责任不在农民身上 我认为他责任在政府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长期以来都放任农村的凋庇 然后农民没有受到尊重 农民的收入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提升 农民一直认为 你们一直限制我 当然这没有一个历史因素 就是说 他一直认为说 农民在历史上都是被打压的对象 那么到今天 我们面对这样子进一步的情况之下 你们还要进一步继续打压我农民 限缩我农民 限缩我农民的买卖的一个权利 打压我农民的价格 甚至他们觉得践踏我的尊业 那对农会来讲 他觉得今天你这样的一个限缩 造成整体农地价格的交易的下降 那他改长又会继续上升 反之变得就是农会经营的困难 我们现在的农地呢 自从2000年 把那个一般 就是说非农民也可以自由买卖农地之后呢 其实最大的一个困扰 就是真正想要务农 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年轻朋友 他找不到农地可跟 那现在我们外面另外那一头 号称有三四千人的抗议 他们说他们可能很多人拥有农地 但是或许更多可能是仲介商代书 从我们宜兰这边 农地上被盗满了这个豪华农社豪华别墅 就知道说农地对他们来讲 只是一个商品 一项投资工具 他们希望透过新建农社之后再转卖 获取高额的价偿 但是我们要种农 农地变成是这样子吗 对面跟我们这边觉得也一样说农地要用农用 但是他们的农业用途就是用来炒作 用来种农社 台湾的农地已经消失到 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国家长久安全的发展的一个状态 农粮署告诉我们 台湾应该保有74到81万公顷最低限度的农地才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安全 可是农委会的全国农地资源总盘点 现在目前还可耕的农地只有68.6万 但是这个还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 因为从其他几个单位的数字来看 我们都不知道哪一个到底是真的 我们背后这群小农 他们在乎的是农地的三生价值 生产 生活 生态 像对面的话是很多老农 在讲说在农村没有希望过不下去 可是在我们那边还有宜兰很多地区 就是跟我们相同就是返乡归农的朋友很多 那为什么在他们的眼中是一块没有希望的产业一个没有希望的土地 可是我们有这么多人愿意回来 我们还乘坐了就是深沟国小富佑还有内城国小富佑两家 营养午餐的友善食材的采买 现在少年农民很怕病 一年的那一家地的收入 我们没有招勇子没有招勇子 没有用化学贵 所以我们可以生产较有良的那种 草仔 生产较有良的米 一家地的那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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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收成最后八千金的刷 那你做糟米一斤买七十块 有七十五块差不多四十一万的收入 这些成本各地的成本也差不多要一半 所以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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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份就差不多要一半 所以我觉得今天问题是在这样子 就是说第一是我们如何限制农地的价格在一个合理范围 那个合理范围是它交的价格是让真的想要跟做农地的农民 它可以合理的去承受或者是买卖农地 那买了以后能够去给它有助于它在农业上面的一个跟做 而这农业跟做上面 如何也许还加上正式的辅导之下 那么能够让整个产值可以提高 提高到至少 因为我一份第三百万 对不起这有点很高 一份三百万如果每年的年产值 可以到三十万 或是十万的话 那相对来讲至少在我们在美苗的经验 农民基本上对农地是吸收的 我们都来自于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第一农地的价格 基本上是在房地产需求之下是一个不合理的操作 第二农业的一个营运上面 我们没有办法让农业的产值 可以达到农地价格至少十分之一以上 以至于就是今天对农民来讲 农地这个东西是有爱有恨